瑞芳火车站后站随着游客增多交通的便利性也就相对重要 由瑞芳老街文化观光推展协会所成立的继承车队 目前共有四部车载运作 都是驻在老街民众所组成的车队 预计可以服务老若妇孺及外来游客 瑞芳老街文化观光推展协会为因应近年来 火车站后站越来越多的民众 也避免计程车就地涨价坑杀观光客行为 和地方多辆计程车合作 业主签例切结书遵守不拒在短程 依法收取车资等规定 希望营造老街正面观光形象 计程车原本他们就是住在这附近的 他们加入我们老街的车队 是因为他们秉持着要服务弱小 服务一些妇孺跟老人 不会巨大短程 以服务的品质来让老街服务特别 让人家有感受到说 我们这个车行是跟一般的外来车行不一样的 当初因为这边都没有计程车可以服务大众 所以这里要成立老街观光协会 就一定要有运输来疏解这些乘客 对对对 有我们这个科理长帮我们处理 他帮助我们很多 不然老街根本不像老街 计程车司机大哥就表示 自己从小就在老街出生 看到老街从胜转衰 到现在好不容易又有游客愿意进来 交通运输一定得加强 才能服务更多游客或是在地居民 自己也愿意为了老街繁荣尽一份心力 所以我们就跟两个里长配合 他来帮助我们成立老街观光协会 所以对大家都有帮助 对老街的摊贩或者是我们计程车 我们互相交流合作都有帮助 有设计程车招呼站 他是在一月初的时候设立的 我们很感谢新美市政府 因为那边位置有比较远一点 所以说计程车有时候会停在那边等候 或是在这边留一辆招呼游客 瑞芳老街人潮越来越多 设置计程车招呼站 让观光计程车队进驻 相信对于地方的观光品质来说 将会有更好的加分效果 解成为瑞芳采访报道